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将与你一起探索最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发生的一些精彩故事 首先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正变得愈加亲密 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外交舞会 而是两国在军事探略计划 人工智能 情报分享等领域合作的新篇章 想象一下美国的太空人和日本的宇航员 将携手在月球上跳起太空探索的华尔兹 这画面是不是很激动人心 接住让我们转向一个稍微严肃的话题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 进行了下调 而韩国的国会选举则被视为 对总统尹熙悦指证的一致公投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各国内部的挑战 也揭示了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 如何通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 看来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 全球的大家庭都在经历住一场的考验和机遇 之后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更具戏剧性的转折 从俄罗斯的种族主义加剧 到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 再到韩国政治的动荡 这些故事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住人类社会的现状 而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较量似乎从未停歇 这一切都在影响住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和挑战 看来无论是在地球还是月球上 故事总是从事层出不穷 引人入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故事背后更多的秘密和细节 在《热度世界》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带你穿梭于这个繁复多变的世界 探索更多令人惊奇的连接 在一个充满紧张与期待的国际舞台上 美国与日本双边关系的加深 无疑是近期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一大亮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的会晤 标志着两国在军事、探月计划、人工智能情报分享等领域的合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系列的合作项目不仅是对双方实力的一次全面提升 更是对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于稳定的坚定承诺 在军事领域 美国将首次改变驻日美军的结构 以加强双方的联合行动能力 此外鉴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对国防预算的大幅提升 两国将评估可联合制造的武器种类 以补强美国在武器制造产能上的不足 在太空探索方面 美国宇航局NASA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在AQGX将携手进行月球探索 这其中甚至包括一名日本宇航员 将成为美国宇航局月球任务的首位非美籍宇航员 在人工智能领域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日本庆英艺术大学将进行联合研究 由日本公司及微软公司及微软公司资助 展示了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紧密合作 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 美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致 与而UK-US上安全伙伴关系的合作 展现了两国在唯物区域安全方面的共同努力 美日非三国的合作 更是对中国在印太地区行为的有利回应 试图通过多边合作 构建一个开放安全的印太地区 然而在这一系列合作的背后 美日关系中的一些微妙变化也值得关注 例如拜登政府对日本新日本自铁计划 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反对 显示出在经济领域 两国间仍存在一定的分歧 尽管如此 两国在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 显然大于这些分歧 在另一方面 国际评级机构会谓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 这次下调主要是因为 中国公共财政前景面临的风险日以增加 尤其是在房地产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 虽然中国财政部对此表示遗憾 并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但这一评级调整 无疑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在韩国国会议员选举 被视为对总统尹希悦执政的一次公投 迎希悦的支持率因生活成本危机和政治丑闻受到影响 此次选举成为衡量社会上政治分裂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虽然外交政策并未在竞选中发挥选择中发挥选择作用 但选举结果将对韩国政治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一部分 反映了各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 如何通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 无论是美日在多个领域的深化合作 还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亦或是韩国国内政治的动荡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稳定与发展 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 故事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 有时是悲剧 有时则是戏剧性的转折 最近的新闻报道从多个角度 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和挑战 从俄罗斯的种族主义加剧 到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 再到韩国政治的动荡 这些故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诉说着人类社会的现状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报道了俄罗斯中亚工人 在致命袭击后遭遇的种族主义加剧问题 阿塞尔阿桑巴耶瓦 一位来自中亚吉尔吉尔吉斯史坛的女性 为了养活家人在俄罗斯从事低薪工作 然而在莫斯科北交一场音乐会遭到袭击后 她和其他中亚背景的人 遭到了预发严重的歧视和暴力威胁 这一事件揭示了俄罗斯社会中 仇外心理的加剧 以及一名工人面临的艰难处境 同时在美国一名非裔男子 因为没有系安全带而被警察拦截 最终却在一场枪战中身亡 据星岛日报报道 警方在短短41秒内 向这名男子开了近百枪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 关于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讨论 同时也引起了 对警方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质疑 但韩国民众的选举投票 被视为对总统尹熙悦的考验 如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所报道 韩国民众对生活成本和腐败问题感到沮丧 这项选举反映了人们对当前政府的不满 以及对改变的渴望 在这个关键时刻 韩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备受关注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 面对的问题各不相同 但它们都反映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种族主义 警察暴力政治不稳定 以及公民对公正和追求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人们渴望变革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环境 寻求更加公平和和平的社会 无论是在俄罗斯 美国还是韩国 这些故事都提醒我们 面对挑战和不公 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只有通过理解同情和行动 我们才能一起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较量似乎从未停歇 最近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了一则消息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 坎贝尔克停购发出警告 若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行动 美国将不会做事不已 随着俄罗斯外交部长希尔盖·拉夫罗夫访华 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似乎更加紧密 而这种合作支持美国所担忧的 坎贝尔明确表示 若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进展 美国将追究中国的责任 他强调维护欧洲的和平与稳定 是美国的重要使命 任何威胁到这一点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 与此同时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个迫满不同能不同的话题 南韩第一夫人金剑西在省影117天后 首次露面 参加了第二十二届国会议员选举的事情投票 这位曾因其时尚感而参与公共活动而备受关注的第一夫人 此次突然的出现再次引发了公众的热议 金剑西的消失及突然露面 被认为是为了避免影响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 以及为了帮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赢得选举 而在另一个角落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了一个看似与国际政治无关 却深深质根于宗教和地缘政治冲突中的话题 德克萨斯州的红色小母牛与阿克萨清真室之间的关系 这些纯红色的小母牛是一群极端民族主义犹太人 为了摧毁阿克萨清真室而进行到复杂努力的核心 这些人认为只有在阿克萨清真室被摧毁 其其大院得到净化的情况下 第三圣殿才能建立台城建立 才能建立才能建立 这一行动不仅引起了巴勒斯坦人的担忧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极端行为的关注 从美国对中国的警告到南韩第一夫人的神秘消失与肉面 再到德克萨斯州的红色小母牛与阿克萨清真室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 实际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际政治的走向 他们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 以及宗教、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在全球舞台上的交织 在这个错终复杂的世界中 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着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和平 在重庆市的政治舞台上 熊雪的名字曾经响亮 作为重庆市原副市长 她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如同联合早报署报道的 这位昔日的高官因涉嫌受贿 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熊雪利用其多年累积的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而自己则非法收受了巨额财物 熊雪的行为不仅仅是贪腐 她还被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与中共中央保持不一致 拉帮结派搞形式主义 对抗组织审查 甚至大搞迷信活动 与不法商人形成不正当的利益交换 这一切的背后 不仅揭露了一个官员的堕落 也反映了政治生态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而在国际舞台上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张持续升温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美国政府正寻求加强 与日本及亚洲其他盟友的合作 也应对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扭尔明确表示 美国的策略是翻转局势 使中国成为被孤立的一方 通过加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跨国合作 美国一再构建一个更加紧密的盟友网络 以此作为对抗中国崛起的策略之一 这种策略的一部分 是计划在明年公布的一个新的驻日美军总部 这将增强日本应对中国威胁的能力 与此同时 全球金融市场也反映出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态势 如联合早报TOKORO 日本股市的牛市行情 使得其在MSC 爱太指数中的权重与中国股市权重 之差甚至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变化凸显了投资者在这两个主要市场之间偏好的转变 日本东正指数的强劲表现 以及中国股市相对疲软的情况 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两国经济前景的不同评估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复苏 以及国家对和全球基金的战术性资金流入 中国股市的权重有望再次上升 这三篇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权力 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复杂交集 无论是重庆市原副市长熊雪的入马 美国政府寻求加强与亚洲盟友合作的战略 还是中日两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角力 都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个人行为、国家政策和市场动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当事人和国家 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